人被误化是很可怕的 人不能很好的控制物 反悲其类 这很愚昧的 但是现代人都是这样 手机 电脑 网络 车 各种的 娱乐 钓鱼 麻将 棋牌 各种的各种 好像每天不干 我就少点什么 你已经乱了 以前 我们拿交通距离 人 没有那么便利 但是我们可以用一种内在的方式 用一种细微的微妙的变化 去激发人的潜能 连下三道诏书 为什么连下三道 连皇帝连下三道 一道不就好了吗 就是表示这个形式不一样 血书 八百里 夹击 不光是在文字上 或者在你这个行动上 连夜兼程 换马 不换人 是不一样的 我们好好去体悟 你轻微改一个字 是不是你写 我们人的灵性是很高的 特别是战略年代 反而是让人更激发 你看三国水浒这些 为什么那么多计谋 为什么人英雄豪气万丈 现在人为什么比不了 二十七岁周葛亮 出山 周葛于二十七岁 也是千句万马 你二十七岁在干什么 玩手机 谈对象 现在男儿没有志气了 女子也不闲凉了 怎么办 以前男女之间写情书 像我年轻的时候 还赶上过 寄邮票 那心心相应 首先灵感上 就是能够让你更沉的下巴 更激发自己的灵感 那时候要求比较高了 甚至是梦 梦 梦狼 梦姑 然后 你寄信的时候 要多长的时间 古代就更不要说了 你还有马 还有人 还有钱 你知道那一份 一字千金吗 昔末如今 现在呢 这是情感方面 这是灵性方面 人内在的东西 一个最重要的激发 互动 人本能的灵性到哪去了 人贵在情智 现在人有吗 随便一个电话 短信 群发甚至 都不当回事了 以前的朋友千里之外 就是能建议 他多珍惜 你真的是珍惜 你才是真正的 温馨无愧 才真正的 那是体现出真心的 不管是什么东西 得到容易 那太不大回事了 所以你说现在 实在好吗 科学好吗 什么都方便好吗 本末倒置 把最重要的东西忽视了 就在乎这一 进手年来 好了 我再次再试一